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昨天我看了一个海报非常有意思 是一个关于什么收徒有责 最近不是动不动老是吓唬台湾吗 说要什么收复台湾之类的 还传什么沿海地区 什么重兵集结的 囤粮的把超市都搬空的 我就看到一个关于什么收徒有责 好像是维护国家统一 这个刻不容缓 咱们看看这个海报好吧 这个海报大家看了没有 China首途有责 高度重视反恐工作 重点目标重点反恐 高层建筑人流密集场所 交通枢纽城市代表性地点 这是反恐法宣传系列海报之一 这个东西我昨天我上网去查 这到底是不是官方发的 怎么给人感觉就是有点不对劲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张地图之后 有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劲呢 那么咱们也可以再对比再看一看 其他的中国地图 这张我们再看这张 这张图看到没有 跟这张图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两张图就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可能很多人看不出来 我在这里我做一个对比 这样的话就能够看到了 首先第一个 这个鸡屁股这里 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就能够一目了然了 看到没有 这里是鸡屁股 这个手图有则 这里是挖进去一块 但是你看 这个地图在这个位置 就是没有挖进去一块 这什么地方 我去年我曾经做过不止一次节目 这是中印边界的阿克赛清地区 这一块在反恐法系列航报里面 这一块就被挖空了 阿克赛清这一块就给挖空了 挖空了代表什么意思 就默认这块领土是属于印度了 这边都是印度吗 都属于印度了 包括这一块也都给印度了 印度实际控制区还是怎么样 这是这一块这一块土地没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块地是哪里 在这个鸡屁股下面 就是说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是不是咱们在传统地图上看 这个位置比较饱满比较丰满 但是你要是在这一块地图上看 你看这一块是不是也是挖地局一块 又一块地方也没了 这块是什么地方 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 另外两个更扯 台湾你口口声称台湾省台湾 这里打个问号台湾也没有了 海南岛也没有了 这里是挺有意思 我不知道是谁做这么一个地图 到底是来搞笑的 还是真的是他们反恐法宣传的海报 就是这么做的 挺搞笑 在这里咱们也可以看一看 阿鲁纳恰尔邦好不好 咱们在地图上看 中国找到中国 中国跟印度的交界地方 在这个位置 放大了看 你看这里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阿鲁纳恰尔邦 这个地方在理论上说是属于是中印边界的争议领土 争议领土 那么昨天我在仔细看这片地图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 就是说你看边境线 这个虚线是边境线 争议边境的边境线 就是没有一条公路是从中国通向这里的 你看这里的公路到这里就没有了 其他的那些非常小的小路有 但是也没有 你比方说这里中国这条白线 这么一条路到这里也就没有进入到阿鲁纳恰尔邦 这个黄色的公路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公路 但是也没有进入中国的领土 然后再往这边走走看 你看这边还有这边的黄色的公路 也是没有进入中国的领土 报这个图听这个念图听 这个往北也没有进入中国的领土 就是说阿鲁纳恰尔邦里边 所有的公路都没有进入中国的领土 那说明阿鲁纳恰尔邦 它实际上是属于印度控制的 你看这里 这里是也是争议边界的边境线 但是你看看印度跟这些公路 就是在有接壤的 看到没有 在这里就直接就过去了就没有阻拦了 这里就直接过去了 也是直接过去了 你看这里所有的主要公路 印度的主要公路都可以进入阿鲁纳恰尔邦 包括在这里 在这里就很有意思了 说明什么问题 阿鲁纳恰尔邦到底是属于中国控制 还是印度控制 大家就一目了人了吧 这实际上是属于印度控制区域的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 就是说台湾其实严格来说 人家台湾是一个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了 你不你别管人家联合国承认不承认 实际上人联合国是吧 你台湾有自己的行政 有自己的总统 反正就是说台湾这一块 你中共你再怎么说是中国大陆的 这是说不过去了 你看字体这边都是繁体字 那么最有意思就是这么一个海南岛 就是这么一张图 我不知道它啥啥搞笑的 咱们也可以把今天这期节目当成一个搞笑节目 连海南岛就没有了 海南岛严格来说 它实实在在确实是中国管辖的领土 但是在这么一个反恐法里面 谁做的这么一个海报 是吧 真的是不怕被拉去枪笔半小时 是把海南岛都给搞没了 你这个阿克塞钦 你跟这个阿罗纳契尔邦 还有台湾你都不划进去 这都无所谓海南岛都没了 这个怎么审核能过的海报 非常有意思 话题做到这里 咱们就是要延伸说一个话题 就是说咱们这些海外做时评的 经常跟那些小粉红会吵架 小粉红就动不动给我们这些人空冒的 什么汉奸走狗卖国贼 卖国贼 卖国贼 咬牙切切的说 我们都不执行负的说了 我们有能力卖国吗 有能力卖国的 那都是把家里 把财产都转移到美国去了 在洛杉矶买了大房子了 在是吧 在洛杉矶的大房子里面 放了几百万美元的现金了 那是有能力卖国的 你要是看看最近这三四十年 在我有生之年 我所能够知道的 就是说像中国的边境 其实是不断的丢成湿地的 但是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在江泽民时期 包括新疆 还是什么地方 具体是哪一块 地方都是画给了俄罗斯了 你包括现在在以前的地图上 你还能够就是说在地图上给大家看地图 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地图 包括中印边界的阿克赛清地区 还有南部的阿罗纳切尔邦 还都属于中国的版图 实际上我的观众朋友们 有谁生活在阿克赛清地区 有谁生活在阿罗纳切尔邦地区都没有 所以说猛人之间地图上少这么一疙瘩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是好像又说不出一个所有人来 今天我就把重点我跟你说出来 丢成湿地是在谁手里丢的 那么在此时此刻 那些小美红战狼们扬言着要保家为国的 你去你现在去保家为国 是吧 你别说隔着一个太平洋的台湾海峡的台湾了 就是印度 你去把阿罗纳切尔邦你给夺过来 你把阿克赛清地区你给夺过来 是吧 口口声声把这条命给捐出去 实际上就是一个笑话 我觉得这也未必是坏事 就是说这块地你给人印度 这块已经给人印度 这一块台湾这一块你让台湾自治 这对于文明发展来说 这未必是坏事 甚至我就直接说了 这就是好事 印度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 也是一个全面有医疗保障的国家 台湾也没必要说的太细了 此时此刻小美红心里怎么想 这块地是谁丢的 这块地卖过贼卖的 谁是卖过贼 我们卖的吗 我们这些油管主播卖的吗 我们有这个能力卖吗 那是谁把它给卖掉的 他为什么中国你管不了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也是根据这么一张海报 咱们延伸的做这么一句话题 那好 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在杂并提供的做这么一句话题 现在将会推价了 咱们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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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肯定了